完成后面的部分 一 可能先把旁边做练习吧 比如说我如果希望把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自动变成三码的话 在格式 比如说我以这两个储存格为例 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一般会怎么样 在制定里面 其实补3个0就可以了 0 0 0 表示说我要三个字 那你以后一律就帮我格式化成三码 那你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它这边就变成0 8 4 0 0 7 了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用格式的话 实际上在e sale 是表面上看到 但实际上它存的还不是文字 还是8 4 跟 7 它只是一个 这有点像什么表面 有点帮你做一个格式一下 实际上里面存的资料还是没转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把它 像刚刚那个部分 真的转换的话 在e sale里面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其实也是在文字类里面 不知道哥哥没用过 这函数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用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很多事情可能不好做 叫 TEST TEST 实际上是文字 底下有个叙述 它意思就是说 依照指定的数值格式 格式 格式就是刚刚的格式 如果你要变成0 8 4 因为文字才会有0开头 数字没有0开头的 所以它会帮你 实际上帮你转 但是可能你需要记得什么 记得那个格式 所以刚刚我们那个数值格式是000 所以你只要把000 放在它的格式里面 那再给资料 两个东西 它就会帮你把它转成功 我们来试一下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给两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 我练习也许用下面这个 这一列 这个是 下面这个的话 我们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TEST 看这边 T开头的 然后给它什么 给它VALUE 假设我给这个栏位 28 如果我要格式化的话 请你打000 不过特别注意 你打000 你把它移开 它不像那个if函数 会前后帮你很贴心的加双一号 这个format 它这个下面这个 它不会加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自己加 因为它是一定要是TEST 所以记得 前面双一号 跟后面双一号 这个一定要自己加 因为有些同学 忘了加就不对了 你想 是不是这样做 因为你少了双一号 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同学错就错一些小细节 并不是你不会 是因为你小细节没有注意到 OK 好 你会发现它能够帮你做什么呢 它会帮你把那个28 有没有 这个28是指的是 数字的28 转换之后 格式之后 变成028 有没有 而且 还告诉你说呢 前后还有双引号 表示说呢 上面是一个数字 它会帮你转成文字了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道理吧 那刚好就需要 我们符合我们要的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 按确定之后 当然旁边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向下 那底下也可以把它填满 好 大概知道 可是我要怎么样把Texter 取代刚刚REPT加L1 其实很简单嘛 你可以什么 游标放在原来的公式 把那个end 这个REPT 开始这部分把它删掉 改一下 改什么呢 改Texter 所以插入函数 Texter 有没有 Value的话呢 就是084 就给 不是它里面还是84 有没有 你把084带过来 因为格式嘛 看起来是084 不過实际上里面还是84 那格式化成什么呢 格式化成000 所以双引号 000 双引号 OK 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 有没有把084出来 那后面一样 再把end符号后面复制一下 贴到 这个后面 然后把G4 改H4 打个勾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 不过它的好处是什么 公式突然变短很多 而且呢 观念也比较直觉 所以有的时候 REPD 所以也可以做出来 但是Texter 可能会更简单 那这个地方 只要跟各位讲 就是你在做一些工作里面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Texter 所以他怎么样 拐个弯 拐很大一个弯 REPD 最后做出来了 可是在我们来看来 好像这个会简单很多 所以为什么要 各位去把 Excel里面的函数 每个如果都可以了解 而且很熟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哪一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还有没有更简单的 其实应该这个就够简单了 再来没有了 除非怎么样 使用VBA 如果你这个做完之后 想要让它更简单 就我刚刚讲的 你还是非得使用像VBA 那VBA里面的话 就至少会有两种形式 主要是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按下按钮 一种形式是插入一个自定函数 这个也是后面我们要讲的重点 也就是说让你的效率更加提高 如果你每天都重复的事情 那记得啦 你可以取代成按钮 按下去 比你要想用公式快很多 应该有比较快 而且它还不只是这些 它还可以把很多的动作全部串在一起 一个按钮可以串很多很多的工作 就是你按下去 这一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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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跑完之后 自动怎么产生图表 自动产生报表 自动列印出去 或者甚至把这个报表结果 自动转换成PowerPoint 直接寄给哪一个人 连续的所有动作 一个按钮可以全部完成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你可以把所有东西先写完 然后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事情就搞定了 其实这也是有乐趣的地方 而且甚至还可以让它在每天的几分几秒的时候 自己做这件事情 OK VBA里面有这个功能 它有一个on time的方法 就像那个一个闹钟一样 时间到自己做 等于就是说如果电脑打开 不就一个机器人在那里了吗 所以其实后面我们要讲 后面 现在比较热门AI人工智慧 实际上就是说 让电脑可以把它打开 它就可以每天固定的时间做一些事情 比如开盘自动抓下来 自动分析 自动把可能的一个你需要的东西 寄给有需要的人 看用什么方式 看他喜欢用 以前用简讯吧 现在应该没有 现在可能用 或者推播用LINE 用FB 用Google的反应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做到 绝对做得到 会不会很困难 会的人很简单 不会的人就是一个门槛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的 你们现在学的东西就是 慢慢一步一步的 就像爬阶梯 你要爬到那个山顶上去 那你就必须要一阶一阶的往上爬 慢慢累积 你如果不累积 你除非做直升机 应该没有那种东西 直升机要靠人帮你操作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如何把一些事情能够再更加自动化 OK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 就是 试着把 刚刚的那个REPT改成TES 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VBA 如果VBA做之前 也许可以先了解 入制聚集 因为 入制聚集的好处是 它也会写程式 可是不是你写程式 是ECL自动帮你写出来 自动帮你写程式 这个也是VBA ECL的一个厉害的地方 其他的工具没有啦 但是ECL里面有一个自动帮你写程式的功能 但是你要怎么去 让它帮你写出正确的程式 而且呢 也可以帮你 你要自己采用按钮 按下去 一样可以执行 那待会我会教各位 怎么去 把那个 工作 从函数 再进化到 那个 就是程式设计的部分 请各位先试着把 刚刚那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我们的今天